大家好 在上一條短片我們就介紹了 怎樣利用PivotTable作為一個中介 將Column A和Column B的Data 轉化成這樣形式的 這樣方式的Data 其實大家有留意的話 我也有提過 這個方法是一個Quick and Dirty的方法 有它的限制 就是當我們的Data Set 本身有改變的時候 如果我的Team Member有改變 或者我有新Member加入的時候 我要重複這個動作 我是不可以很快就更新到我的Data 但是如果我們用Power Query 去做這個工作的話 所有東西都會變得簡單容易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現在看我這個例子 如果我把Robert 轉為Team A Michael也是轉為Team A 那我只需要 我這個Power Query出來的result Right click 然後refresh 那你會看到 所有東西馬上反映了出來 我是不需要再重複 setup那個PivotTable 做一堆 一堆的動作去拿到我的Data 甚至乎我要加入一些新Member 譬如我有個同事叫Peter 有個同事叫Anne 他們屬於Team E 那我現在只需要都是refresh 那我就可以立即出到他們出來的了 好了 那開始解釋所有步驟之前 我們簡單講一講 背後原理是怎樣 那其實我們這裡有一個Table 有一個Data 在這裡 那由於它已經轉化成一個Excel Table 我們可以直接把它放入Power Query 去Data 從TableRange這裡 那我的Power Query Editor 就會放入這個Table 那我要做的事 其實我就是想把 James Peter 擺過來 Robert Michael 擺過來 第四個Column 然後呢 David 我又要放回他 去相應的位置 就是我要把所有的人名 pulver出來不同的Columns 那我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我需要 借助一個helperColumns 去告訴Excel知道 告訴Power Query知道 James應該擺哪一個Column Peter應該擺哪一個Column 那我們可以利用一個叫 Add Column 這裡有一個叫 Index Column的東西 那我們就選擇 由一開始 那當我選擇由一開始之後 那我現在就會順序得到 由一到十八了 我現在要試給大家看的話 就是如果我把這個Column 做一個pivot 那我可以去transform這個Table 有一個叫pulvet column 那我現在就按pulvet column 那我告訴大家 我想Base on index 去做一個pulvet 而我想放進去的value 就是人名來的 而我要做的東西 我是不需要做任何的計算的 所以我在這裡 就選擇一個 Don't aggregate 即是我要回到value 本身 我不需要做任何的counting sum 諸如此類的計算 OK 很快就出了個result 那你會見到 我是多了十八個column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剛才 James是屬於第一個index 他去了第一個位置 Peter第二個 Robert第三個 Michael第四個 然後William 已經是屬於teamb 那為什麼他不是第一呢 因為剛才我們給那個column index 他是屬於第五個位置 而David是屬於第六個位置 如此類推 所以他們就放在這些不同相應的位置 一直橫掃過去 總共我們有十八個column 分開他們 但這並不是我們想要的東西 我們想把William 放過來第一個 這個column 而David應該是屬於這個column Fritain是屬於第三個column Joseph是屬於第四個column 換句話說 其實我們就不可以單純給一個column index 即是如果我們回頭 在這個step 我們呢 不能夠單純地給1到18 我們要做的就是 column A 1 sorry 這個team A 1 2 3 4 去到team B 我們要重新數過 1 2 3 4 去到column C sorry team C 這裡就是1 2 3 4 換句話說 我們要根據每一個team 它是屬於哪一個team 而給一個順序的數目字去 然後再做public 我們才可以做到我們預期的效果 這裡需要多一點步驟 我現在就會顯示給大家看怎麼做的了 當我把我的data 載入Power Query Editor之後呢 當我把我的data 其實我第一個步驟呢 我是想做一個transformation的 那我這個transform 這個tab 裡面有一個function 叫goodbye goodbye呢 那其實我會做什麼呢 那我選了之後 那我可以有兩個column 我告訴他 我想goodbye 就是說我想把所有A的group 一組 所有B的group一組 所有C的group一組 如此類推 那我就選擇team了 而這個operation呢 我就不需要任何的operation 我要回到所有的data 裡面 all roles 那我選了之後 我按ok 那你會見到 我的table呢 現在就變成A,B,C,D,E 我只有五組人 而每一個team 我有自己獨立的table 當我鍵入一個table 我不是這樣 看到手指的時候鍵 我在空白位裡鍵 那我會見到 在下面呢 所有的teammembers 都能夠平衡 teamA我有四個teammembers teamB我有四個 teamC有三個 teamD 跟著teamE 如此類推 那我現在呢 其實就是想 每一個 獨立的team的table呢 我就在這裡 交一個index column 給他們 這裡是1,2,3 teamD呢 就會是1,2,3,4,5 teamE就會是1,2 那我可以怎樣加進去呢 那其實呢 這裡需要一點點 一個custom function 但是當然 要大家去記得這些 其實都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 除非你真是很熟的powercuree 但我又不想記我 那我怎樣呢 其實我們可以利用 它本身的user interface 因為我們不會做一個step 它都會給我們一條 formula 那我現在試給大家看 如果我選擇 add column index column from1 由一開始 那其實呢 我現在已經多了一個 index column 在這裡 而這裡呢 就是這個function 這個m function 就是做了這個 那我現在就借用它 因為我知道 原來這個function 是可以幫我加到一個index 上去的 那我現在就copy 這個step我不需要 其實我只是想要一個formula 那我現在delete了這個step 回到這裡 我想add一個custom column 而add這個custom column 我就利用到剛剛的formula formula就是table addindex column 但是呢 instead我去refer這個step 其實呢 我們需要把它改掉 那我現在呢 就select了它 然後呢 就把它replace with這個count 因為呢 我本身有兩個colum 而count這個colum 其實我是放了很多不同的table 在裡面的 當我做了這個replacement之後呢 那我再做ok 你會見到 我多了一個新的colum 而這個colum 也是一個tablecolum 哇 你就會見到 基本上呢 我就把剛才這個table 這個table 這個table 比如這個 c.thomas.charls.chris 我是把它加了一個index 上去 1 2 3 如此類推 Dteam的呢 Daniel Matthew Anthony 那基本上呢 我是同一個table 裡面呢 加了一個index 給他 ok 那現在呢 我就可以把其他兩個colum 不要了 remove other columns 剩下這個colum 就是正正有五個team 五個table 每個table都有他們的team組別 有他們成員的名稱 亦都有一個index role index column 我現在要做 就是把它分開 expand 按這個column 這個icon 然後 uncheck這個 我三個我都要的 三個colum team,link,index 我都需要的 按回ok wow 我已經有了我想要的東西了 那我現在要做的是做什麼呢 那其實很簡單 我只需要把它做回pulvet 那就可以了 現在我選這個index 跟著去回transform pulvet column 那我就name 這裡選回don't aggregate ok 我已經出了我想要的result 但是這裡 1 2 3 4 5 這些數目指 其實對我來說意義不大 所以其實我會建議 我們做這個pulvet之前 做多一個step 那我們現在回頭了 不要這個result 那我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我想做的就是 在這個colum 加一個pulvet給他 那我就去回transform format add prefix 那我就可以加上 member 有個space ok 那我就會變成 member 1 2 3 4 這個是比較有意思的名字 然後呢 我做過pulvet之前呢 記住 做一個step 就是把這個type 轉為text 因為呢 我現在轉了這個type之後呢 那我pulvet出來的result 全部都會根據這個datatype 我可以避免一些 以後有機會會發生的result 現在我要做的呢 就是pulvet 我想把linkpulvet 這裡呢 Don't aggregate ok 哇 分了5個team member 1 2 3 4 5 全部都出來了 接著我可以去home low and close low and close low and close to 選一個位置給他 我想放回existing 的webshade 就放在f1 這個位置 ok 這個就是我出來的result 舉例 我現在有少少變動了 其實呢 teammate我只有兩個人的 而呢 我也有新members的 abcde f ok 接著我有同事叫mary f 接著呢 叫啊 叫什麼名字好呢 叫啊 micky ok 接著在我的result refresh 謝謝 你可能發現到呢 我們出來的結果呢 人名並不是順序排列的 那這裡很明顯啦 阿B應該在前面的嘛 這裡也是啦 如果我們想人名都順序排列 可不可以做到呢 其實可以的 那我們首先呢 看看我們在哪裡出現了問題 去回個query edit 入回這個powerquery editor 然後呢 我們去回這個step 這裡就是把我們這些data group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看看 每一個table呢 其實這裡呢 人名呢 它是沒有根據 大小次序去排列的 它只不過呢 根據我原本呢 我的data 本身 那個次序是怎樣 它就是怎樣的了 換句話來講呢 我們呢 是需要呢 在這個table 這個link 這個column 做一個排序 那我們出來的結果呢 就會是排序的了 那我可以怎樣做呢 現在 那我把打後下去的step delete delete until end 那我們現在在這裡加多一個step 就是呢 我想把這個table裡面的 name column 是順序排的 那這個function是怎樣呢 那一樣啦 我是可以利用的UI去告訴我 這個function應該怎樣寫的 我就利用team這個table 這個column 做一個sort ascending 那我現在多了一個step 那這個function就是這樣的 我就把它抄了下去了 Ctrl-C 這個step我不需要的了 我可以delete了 那其實你keep在這裡也沒有所謂的 那我現在要做的呢 我現在要做的呢 add column custom 咦 它也是沒有跟名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看清楚這個formula 這個formula 這個formula這裡呢 table add column 它剛剛這個step custom 然後呢 每一個table custom 你可能不知道它說什麼啦 其實不要緊要 我們只需要知道 哪一個位置要做出一個調整就可以了 就是這個位 因為呢 它這裡 order ascending 是refer to team 它不是refer to name 那所以呢 我們把這裡轉回到name 那你現在再track一track 那你就會看到 啊 它現在這個table 已經在名字裡做了一個排序的了 ok 那接下來呢 你就要做回之前我們那些step 那就可以了 那我就留給你自己試一下了 起碼